在这一整影片呢 我要教你如何使用聊天成交超人 整合Google我的商家的campaign宣传活动的功能 那在宣传活动里面呢 它可以帮助你直接从我们聊天成交超人的平台 就发布不同的贴文到你的Google我的商家 主要有三类贴文 第一个就是一些一般Google我的商家的贴文 好 那当然呢Google我的商家的贴文呢 你也可以到你的商家的后台 然后下去 下去张贴 比如说 比如说这些贴文 你是可以在Google后台去张贴的 好 那再来 例如说这个是就是Google的商家 然后呢这个贴文 你可以在这个Google商家这边贴 但是呢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里面贴方便你呢 直接在我们的软体里面就可以管理 好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所以首先点击呢你先来到这个Google Gmb Manager这边的campaign宣传活动 然后呢点击这个post campaign就是贴文活动 然后接下来点击新增贴文活动这个按钮 然后呢为这个按钮呢做一个命名 比如说这是测试贴文 然后接下来呢你可以选择这个贴文的类型 我们支援三个类型 第一个就是呼吁行动的类型的贴文 就是要顾客采取某个行动的贴文 第二个呢是event event就是你有举办什么活动 那在这边就会有开始跟结束的日子 是你需要设定的 然后offer呢就是你的优惠 优惠活动 例如说在优惠活动里面 你一定要放你的折价券的代码在这边 然后呢折价券的要到哪里去使用的这个连结 例如说这个是你的网路商店 或是你的店家 然后这个优惠券的摘要 然后这边你可以上传你的优惠券的一些相关的图片 然后还有你事业的名称 所以这边我们也不测试 好我们这一则呢 影片就很简单的示范一下 呼吁行动的贴文怎么弄 那呼吁行动贴文呢 他这边有几个按钮 就是例如说这是 book 是订阅 order 是订购 shop 是购物 然后learn mode 是学习更多 塞亚 是注册 然后call 是直接打电话 那我们使用这个learn mode 就是学习更多 那你希望人家 点到哪里去学习更多呢 例如说 我希望他们到我们的官网来学习更多 所以我这个连结就是直接连到官网 想要了解超人行销可以怎么帮助你的事业扩展吗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支援这个表情符号 好然后接下来你可以上传一张图 你可以点击这边上传 好那 基本上你可以上传你的 你的这个商店的任何的图图都可以 你也可以不上传 这不是一个必要的动作 但是上我们上传给你看 然后这样方便你可以对照一下 好 然后接下来呢选择这个 事业的名称 这是超人行销 我们只有一个商家 所以只能选一个 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预览 想要了解超人行销 可以怎么帮助你的事业吗 学习更多 这就是一个呼吁行动的 那你可以选择现在发布还是呢排成发布 如果你把它勾选掉 这边就可以排成了到 节级号几点 都可以 好那 稍微确认一下时区 我们台湾 台北是加8这个时区 如果你在不同的时区 你要确认一下 好 那我就选择现在发布 好来 然后接下来点击建立宣传活动 好 那他说已经OK了 好这边就有了 好那状态呢 他现在系统正在排 正在准备发送 好 然后你可以在动作这边呢 看到 呃 宣传你可以删除掉这个 活动 然后你可以编辑这个活动 然后你可以查看他相关的报表 那我们再稍等一下 好重新整理一下 好那他现在系统正在排成准备发送 好那这个就是其中一则 这个 你可以发送的贴文 那我们现在呢先来 看另外两种 然后我们最后呢再来总结 再再来这边看一下 好第二种呢就是你可以发布呢 图片或影片的宣传活动 刚那个都属于 那个文字比较多哈 这个宣传活动的类别呢 media就是主要是图文或影片 所以这是影片贴文测试 好那你可以选择你的影片的类型 好媒体的类类别是房间团队 好还是额外的 这边呢主要的意思就是呢 这是关于呢你们公司内部 这个图片好不是一般的图片 如果你只是要一般的图片 你用刚刚的呼吁行动就可以 这边呢主要是指呢 你们公司 就是公司公司内部的房间的样子 好还有团队的照片 或者是其他任何你们公司相关的图片 主要是这几种 好啊这个是额外的 额外的话 你就可以做任何的描述 所以我这边 我先来想看 我要上传哪张图 然后 然后我再来适当的下标题 所以呢这边我觉得 看一下 我这边有一张之前得到的youtube的证书 可以把它上传上去 那这个就作为一个额外的 证明 youtube上建 建立 教育 频道证书 这样子也可以增加我们的专业度 好 好 那就现在就发布 所以呢 呃这个贴文不会常常有 除非你要常常更换 你们的团队的 图片 或者是 呃公司内部的 的图片 那你也可以上传影片 也没有什么问题 好 所以你就在刚刚那个上传的地方 改成上传影片 也可以 好 那 做一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做一下呢 其实是叫做rss自动发布 这个主要是串接你的 呃 就是你的部落格 一个可以自动的 当你的部落格更新一则贴文的时候 然后呢 呃我们的系统就会自动的把这一则贴文 同步发表在你的Google 我的商家的贴文里面 好换句话说就是 你每次部落格 有更新文章 然后 Google我的商家 透过我们聊天成家超人 Google我的商家的 这个功能 然后他就会自动把你发布在贴文里面 所以呢 就像我 我有设定这样子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小时前发表 好 然后这是八个小时前 每次呢 我们 网站有更新 然后这边就会有更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自动化功能 可以省掉你很多时间 不用再把 你部落格的文章 然后再重复再贴到这边一次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好那这边呢 你就输入这是超人行销 光网 好 那呢 你要怎么取得你的部落格的 RSSV呢 这个就要看你是使用什么样子的系统 像如果你是使用 Wordpress价战的话 那通常在你有网址 旁边呢 斜线 好 然后再 再加一个Feed Feed 这样子就会抓到这个 RSS RSS Feed的 连结了 好 那回到这里 所以这样子只要贴到这里来 这样子 然后点新增Feed就可以了 好这样子我们的系统呢 就会自动以后帮你去抓去你的网站的文章 好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使用RSSV这个功能呢 你不仅可以去分享你自己部落格的文章 你甚至也可以分享别人部落格的文章 而当你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的是 你要抓的这些部落格的文章呢 必须要跟你的公司是有相关的 好那使用这个功能呢 可以去自动抓别人部落格文章 那这样子有没有可能会轻放别人的著作权呢 答案是不会的 因为我们只是转分享转贴他的连结而已 文章连结 好我们并没有去复制他的文章的内容 好就好像你在任何部落格文章底下 你都会看到他要你分享到Facebook 好而当你真的分享到Facebook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也只是把连结分享过去 这样子的分享方式是完全没有侵害著作权的 侵害著作权的方式是你必须要去复制别人的文字等等 好然后呢再重新上传到你的网站 这样子才有 好所以使用这项功能呢 你就可以自动化的去经营你的Google我的商家 好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强烈建议你呢真的去好好使用这个功能哦 可以节省掉你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我们还是要提醒你最后一点哈就是当你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 在设定的地方呢这边有一个选项你要特别注意 这里呢他有一个选项哈如果你没有勾选的话 那么呢系统会从对方如果你今天是分享别人部落格文章的话 他会自动从对方呢的部落格文章的图片去抓取 换句话说呢对方的那个图片哈部落格文章的图片呢可能会被复制到你的Google的商家那边一起去分享 而有些人呢他其实会在意说 哎这张图是我的哈你倒图哈所以呢 他可能会觉得这样子他的著作权被侵犯了 事实上是有那个可能性 那为了呢要能够完全的避免这样子的状况 你可以选择开启这个功能哈就是你自己上传一张你制定的 专属的图片这样就可以了 好所以举例来讲呢那张图片可以把它做成说 哎呀好文与你分享 好就类似像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就完全好在著作权上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可以好所以样的你可以去查看有没有任何错误啊把它删除掉 然后或者是禁用它然后呢或是再重新看一次它设定 好那我现在暂时禁用哈 比如说我这样 我现在是设定了 好我我我刚按设定要按的进用 这样子 那要起用就是这样子哈 哎 刚不要按到太多了所以现在是禁用中 它起用呢 好像 我进用就不能再起用 就是要重新设定是要删除之后才能 那我现在点设定 让它弹出来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 看到你想要发布的时间是在哪里 有没有特别的顺息想要讲 然后有没有想要预设呢 就是预设 如果呢 你的这个部落格贴文 没有那个精选图片的话 那呢 你希望预设哪一张图 这样子 所以这边 然后这边选择你的商家 所以这个设定就是这样子 非常的简单 好那这边是 Original title 你可以使用标题 这个 这个变数呢 就是它会自动抓这个标题 你可以 让这个标题显示在这里 我们的最新部落格文章 你可以打这样子的一小段讯息 那就会附带的发布到 Google我商家那边去了 好那如果 如果你要把它删掉呢 我们就点击 单独 好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设定一次 以后就不用再理他了 好那你就可以呢 实际的过两天来你的Google 我的商家 确认一下是不是系统自动帮你发布 好如果没有发布成功 你要看一下那个错误 好啊 如果有任何问题在询问我们 所以呢 以上就是关于Google我商家的三类型的宣传活动 好那我们下个影片 在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需要再来讲 好我们这边呢就顺便讲完这个功能好了 因为这比较简短 好这个是评论的回复 你可以在这个区域呢 更详细的看到呢 你最近 每一则这个最新的评论 好还有你的回复是什么 好那你可以呢 也在这边呢更新你的回复 好就是再回复他一次 所以呢这个呢是方便你 去过滤 好举台讲呢 例如说 呃你可以去三选 好说五星级的评论 好那这边就会有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就是 你呢如果要来截图 好如果你要在你的网站上 放一些 呃你的见证的话 好那这里就是非常方便 你可以把所有五星的这个 这个画面把它截图起来 好然后呢你不用截那个回复的部分 你只要截这一区就可以了 好从这边到这边就可以了 就是从照片姓名 然后几星然后评论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这样子就非常完美的一块 这个见证好那你这个评论呢 最高可以一次显示1000折 好所以你可以一次把它截取 比较大一张这样子 好那你可以选择时间 好像这边显示的是最近30天 还是这个月还是上个月 还是客制化的 这个期间好你可以自己选择 好非常弹性 那你也可以特别针对关键字去搜寻 没有问题 好啊这边呢你如果有连锁店 好你有绑定不止一家 Google商家 你可以选择不同商家去搜寻 他们的评论是如何 如果你是管理员的话 那你是老板的话 你就可以去看各区的这个评论 所以你也可以请专员来看一看 每天呢来这边逛一下 没有什么复评 需要马上处理回复的 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强大的 Google商家整合的功能 最主要就是新增了许多 关于自动评论的回复的功能 然后以便呢替你及时处理复评 然后巩固你正面的评价 好那我们这次教学在这 那希望你能够开始使用 我们的聊天成交超人 Google我的商家的功能 拜拜